美國客家聯合會與客家常親會 在洛杉磯華僑文教中心 舉行免費僑民生活講座 內容包括了長者居家中西醫保健事項 以及退休階段 美國社會福利制度與財稅規劃 還有智慧手機應用工具教學等 實用的生活資訊 讓現場參加的民眾是受益良多 洛杉磯華僑文教中心會議事裡 由美國客家聯合會與客家常親會 共同主辦的免費僑民生活講座 吸引許多民眾前來參加 活動召集人 僑委員邱啟宜 洛杉磯中心主任翁貴棠 與客家常親會會長楊榮光 先後致辭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希望藉由講座 提供各種不同的生活經驗分享 讓參與民眾能吸收更多心知 活動主要我分幾項 邀請所有中醫 西醫會計者方面 對於我們的銀髮長青族 美國的福利哪些可以幫忙 還有就是當家使有一些 我們國內的鄉親朋友來旅遊或留學生 在他們保險上之後有些醫療問題 我們這些醫生的當地可以解決 南加地區客家鄉親社團 長期以來展現團結和服務精神 經常舉辦各類年節民俗活動 和生活資訊講座 尤其家會需要關懷的長者 受到南加地區僑胞熱烈支持 我們在南加州的客家社團 因為聯合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社團 他們平常都非常地團結 而且他們經常會關注彼此生活的需要 所以這個活動看得出來 他們在經過很長的時間的資料收集 包括美國政府的一些福利措施 或者說我們現在在一個電子化的一個手機的時代 怎麼樣利用Apps 讓我們的老人家 還有一些需要幫助的一些旅居 我們南加州的僑胞或者是留學生 他們在需要一些醫療照顧 或者一些需要一些比較實用的 這種support system的時候 他們來分享這樣的資訊 講座第一階段 有內科醫師鄧博仁和中醫師杜和毅 分別就中醫和西醫理論 胃營法長輩講解居家生活注意事項 包括緊急救護 飲食 運動和眼睛保養等話題 臺下民眾聚精會神 仔細聆聽醫師教導的每項健康課題 小小麻煩困難度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要解決真的不是那麼的容易 最好的方法 我會覺得還是需要有一個家庭醫師 一定要尋找 為自己尋找一位家庭醫師 因為在發生任何緊急情況的時候 你第一個要嘗試聯絡的 就是你的家庭醫師 他對你的健康情形是最了解的 所以當你有任何的問題 是可以找你的家庭醫師 此外 講座內容 還有針對退休人士應該了解的 美國社會福利制度 因應退休生活所具備的財稅規劃 或是針對年長的手機用戶 開設的智慧手機應用工具教學 課程內容包羅萬象 涵蓋時衣住行娛樂各層面 讓與會者都受益良多 南加地區各個客家社團 用實際行動呼應客家精神 積極服務社區 展現愛護僑民的心 臺灣宏觀電視館人清 美國洛杉磯採訪報導